Halloween 再次收看為了冰箱的神鼠 迷3144 節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有Transmas Rise of the Beast Deluxe Class 的 Air Razor 也就是主線系列萬獸崛起的這款低級別的神音 冰箱的新電影再過一個多月就要上映了 真的是超級超級期待 大家到時候一定要去電影院看看新的導演 不知道會是導出來怎麼樣子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款玩具的一個包裝盒部分 這次的一個包裝盒就是整體採用這種非常綠 真的是非常的綠 這種叢林的元素非常的濃厚 那本身的一個包裝的紙質是可以明顯的摸出來 感覺比較沒有那麼的好 看起來更加的環保 整個摸起來的質地就是稍微有點沙沙的 但是就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正面有一張他壽型看一下這個神音的一個圖片 Air Razor Transmasperize of the Beast 然後側面也是有一張這個正臉的一個圖片 背後的話就是人形跟一個獸型的插圖 就是插圖官圖 然後還有Maximus的一個Logo 包裝盒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目前來講Air Razor在就是 不管是官方公佈的圖片也好 還是之前公佈的預告片都還沒有以一個 就是他都是以獸型態下的老鷹型態去登場 所以目前為止大家電影還沒上映都沒有人知道 這個角色在電影裡頭到底會是長什麼樣的 因為目前玩具本身除了這款主線系列推出了 還有Studio Series的那一款 那因為神音在電影裡頭確定是會是一個女性角色嘛 然後配音源是那個MOTHER多重宇宙的女主角 所以很確定他是一個女性角色 但是在這款主線系列的玩具身上 他是看起來非常女性的一個體態啦 比較女性的一個體態 但是Studio Series那一款真的是看起來實在太雄壯了 那臉部的話也是比較 比較男性化一點的那種人人角角的感覺 所以到時候電影實際出來會長什麼樣子 目前真的不是很確定 但是照理來說應該會是Studio Series的比較像一點 但是那個實在是太男性化 導致於現在我有點不是很知道 到底是該買哪一個比較對 但是因為那款Studio Series的模具 他不是改模 但是結構是拿Kindon系列那一款 就是完全一樣的調整過來 然後去重新開模整個比Kindon那一款大一圈 但是因為那款模具我已經擁有兩個版本了 所以目前來講就是先跳過 除非到時候電影上映他真的是 這個角色長得比較像Studio Series那一款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再回頭去做購買 反正因為之後下個月份的新的 Wolf of Cybertron系列的Deluxe 配箱裡面也會再被塞進一支那一款 就是Air Racer 所以貨源的話一定是會非常充足的 不用擔心到時候買不到啦 那這次先挑這款購買的話 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他的一個配箱本身 在這波新品都是比較少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模具是一個新的模 那想說就還是收一個這個Air Racer的角色嘛 畢竟新電影不管到時候是 就是人形太下到底長得像不像 這個新模具感覺還是蠻有意思的 那這個傢伙的話 他人形太下整個看起來就 就是主線系列的這些獸型啊 感覺比較像是拿Biss Force的角色 然後去做一個致敬 就是看起來比較有電影風格的細節 所以他頭雕的部分都是保留了 看起來比較不像是電影裡頭會走出來的樣子 就整個看起來比較偏卡通 拿出這個同系列的C-Torpe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隊伍 然後這個是同系列的Wheel Jack 大概這樣還算是蠻高的 就是同系列比較高的Deluxe啦 然後再請出這個Optimus Prime OK 最後就是非常重點的人物齁 Prime Mode的一個部分 大概是呈現這個樣子 頭雕的話呢就是非常的 下巴非常的尖喔 那整體看起來還是蠻有殺氣的啦 綠色的一個眼睛塗裝 上面有一些簡單的陰漆的一個點綴這樣 頭部是一個球型關節 那手部的話肩膀這裡也是一個球型關節 二頭肌可以做旋轉 手手彎曲大概就是到一個90度 往後的話也是大概可以到90度 那這邊的話手腕的部分 他是可以這樣動 這是因為變形所需啦 對,後面這邊就是一個獸爪的一個部分 那就沒有一個可以旋轉的拳頭了 那武器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 兩把短刀 大概是這樣 銀漆的一個塗料還是蠻飽滿的啦 不錯 整體的一個細節空間也算是還不賴齁 那武器你不喜歡的話也是可以讓它就扣在 扣在後面這個翅膀的地方 有兩個小小的一個凹槽 就可以把它給順勢的滑進去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完美的收納了 那在腰部的話呢就比較可惜 也沒辦法做一個旋轉 但是因為變形的結構 能夠理解它這邊 為什麼不設計能旋轉啦 那腳前踢 後踢會稍微被 這邊的一個結構 限制到它的一個造型 然後側面側踢是OK的 這裡開了可以 橫軸關節 膝蓋彎曲直到一個90度 沒有接丟 那腳板還算大片啦 那整體來說 重心吧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它也沒有一個太大的背包 就是兩個蠻輕的 小翅膀 小翅膀的一個角度 可以自由的去做調整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 它的小尾巴的部分 你可以挑開 如果你想要這樣子的話 但是這邊它是有卡扣的 為點去做鎖定啦 所以還是建議把它給扣上去 這樣子 那胸口這帶有一個 印的不是很明顯的 MAXIMO的LOGO在這裡 對焦一下 因為它是在 這種有點 金屬香檳色 香檳色上面 塗上這種金色的塗裝 所以顏色本身就比較相近了 那它印的又偏糊 這點比較可惜啦 就是 看的不是很清楚 它的一個派系的LOGO 那本身這款的一個玩具摸 肩胛這邊剛剛忘了講 這裡也可以做一個可動上 可以角度的一個調整 那剛剛是要說它的一個塑膠的用料來說 本身的這些 包含這個沙色的一個塑膠神絲色啦 還有這個比較接近像是 有點銅色的一個塑膠神絲色 因為它是有 帶有一點點珍珠粉的光澤 很漂亮齁 那摸起來也是非常非常的堅固 但主要比較差一點的塑膠 就是在於這個 有點芥末黃的一個地方 手拉 跟大腿的一個部分 這裡摸起來是稍微比較偏差一點的塑膠 但是也不到很糟糕啦 就是比較起來是有落差的 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行了 整體摸上來還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用膠的玩具 但是因為它身上 比較多這種 就是邊邊角角的地方 你整個這樣捏起來的時候 會稍微有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小刺手 但是 不會到說 因為它畢竟還是官方的玩具啦 不會到真的會壓到受傷或流血 不會見血 只是稍微摸起來 比較銳利一些 那個變形真的是很新鮮喔 就是完全沒有玩過的那種變形過程 首先我們可以 這個武器你不拿也是可以啦 但是 習慣先拿下來 不然等一下可能會去碰掉 那首先我們先把它的一個手部 這邊開始變齊好了 手的話呢我們就把它一個肩甲放下來 放下來之後把它往上轉 往上轉 轉到這邊之後呢 這個手爪的一個部分 就可以先放到這個角度去 這個腳也可以最後再調整啦 反正我們就先把它舉起來 比較不會擋到下半身的一個變形 再來我們處理它一個腳步腳的話呢 就是把腳板整個往前退 退起來之後 後方這個羽毛的造型 我們就把它往下翻 利用這個那個稍微塑膠韌性 把這個凹槽卡進去這個突體的地方 可以像是這個樣子 兩側都是相同的動作 變成這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腳整個的 利用這個手爪的關節轉180度過來 180度過來 這裡的話呢就可以把它的一個背後 背後這塊 下面這片屁股的地方挑開 挑鬆開來之後呢 翅膀這整片利用這束關節 要把它往上抬 先稍微抬起來就好了 那我們把它的一個這個 獸型一下下的一個頭部 翻出來 整個的拉出來之後呢 這一帶轉180度過去 然後再把它給往回扣 扣到下方這裡來 然後這個人形一下下的頭 就可以收納進去這個空洞裡面 那再來就可以把它的一個腳 利用肩膀這束關節整個的往下推 可以推到這個地方 轉成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兩側都是相同的動作 腳的話呢 就可以先稍微調到一個 你覺得比較合適的姿態 那我們就可以大概看出它 就是老鷹形態下會長個什麼樣子 我們就把它利用這兩處關節整個的往後攤平 攤平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的 人形態下的腳的部分 包含頭 整個攤平之後 往後放 往後放 最後就是把它翅膀 這裡的兩處 對應邊這邊 就可以把它給塞進去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卡扣 就把它給夾住 形狀對應好 然後夾住 再稍微調整一下一些 部件的位置 OK 將來這款 Rise of the Beast的 Air Racer 就算是變形完成了 獸形態下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歡 就是整體的一個 老鷹形態我覺得 比較貼近於電影裡頭的一個造型 當然我知道 預告片裡頭它只有登場一小段時間 而且是就是 側面背面這樣飛過去 也看得不是很清楚很快 就在那邊應該是掃射 閃避之類的吧 那 但是整體的一個形象 我感覺起來 比較接近電影裡頭的樣子 就是跟Studio Series那款相比起來 Studio Series那款的獸型 真的是看起來比較像 就包含身形 因為它是拿Kindon的模具直接改過來 所以身形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就包含腿的部分 收的比較沒有那麼 感覺起來比較別扭一點 那頭雕的部分 那款看起來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像凸鷹齁 我自己也有觀感啦 所以 獸形態下兩者之間 我會取決於選擇的話 我會選擇這一款 就主線系列的版本 真的是 我覺得漂亮上蠻多的 當然也有可能 到時候電影裡面出現 就完全不長這個樣子 也是有可能啦 但是至少單單 就這個老鷹形態看 我覺得還是蠻漂亮的 那唯一一個輸給Studio Series的地方 就是它一個翅膀 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摺疊的部分 它是整整的 彈到最開最平 這個橫幅真的是很廣 不過這款的一個 就是翅膀的形態 是蠻漂亮的 所以 扣分不到很大 當然它可能 就比較佔空間一點 除非你要這樣收 但是這樣收 真的不是很好看 或者是你要往下收 OK 那這次主線系列的玩具 反正它有 價格比一般 官方定價來的便宜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還是蠻有加分到的 那 給大家看一下細部 細部 頭雕的部分呢 就是一樣有一個 這種綠色的眼睛塗裝 身上的這些 這種 香檳色的塗裝 真是很漂亮 它 當然 可能 稍微一點點粗糙 是 感覺起來 比較有顆粒感 但是顏色的選用 還是很漂亮的 後方這邊 一些細部的刻畫 細節呈現也是蠻漂亮的 整體的這個地方 雖然是塑料純銀色 但是這邊的一個 光澤都是 很OK的 前面這邊 可能稍微分色 有一點突兀啦 不過影響不到很大 最漂亮最漂亮的地方 是它這個尾巴 哇賽 這個 這個漆面 真的是有一點 電鍍的感覺 它當然不是啦 但是整體的一個光澤 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然後漸層過去的一個塗裝 質感超好 這個 就單就這個尾巴的部分 真的很喜歡 這個羽毛的部分 那可以這樣稍微上彈 那可以這樣 關節是翅膀 可以這樣稍微這樣拍動 那頭部的話 就比較可惜 卡死沒有辦法去做人的旋轉 也沒有一個可以開嘴的部分 但是鷹嘴的話呢 還是有做出一個 這種倒勾的感覺 非常的喜歡 那下方這邊 是有一些細節刻畫 並不馬虎 這裡的話 就是一個人心態下的頭 腳的話呢 就是剛剛手部的一個球型關節 所以你可以做一個可動 但是這個腳可能會稍微有點軟腳 這邊的話一些關節 也都是跟剛剛人心態下的手部 是完全就是搬到這邊來動的 所以是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動作 你如果讓它腳往後收 那有一種在飛行翱翔的動作 也是也是做得到的 那刀附帶的這個小武器 你也是可以把它給做 欸 我的手不聽學幻 OK 就是可以做一個完美的收納 如果你怕刀會弄不見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的給它按在它的翅膀下方 並不會到很突兀 那大概就是這樣吧 這個收聽一下 沒有太多的可動 但是還是一款蠻漂亮的 老鷹 最吸引人的地方還是還有一個變形 它變形的一些翻折 真的是 就是完全沒有玩過的變形過程喔 我覺得這款的設計 還是蠻值得大家買回去玩玩看 當然前提是它價格不錯 600多塊是非常的OK 但是如果是現在大概899塊錢 將近900塊的一個 價格的話呢 相當的不推薦啦 但是大家可以稍微等等看 說不定現在買不到之後 又補貨了 也說不一定 或者是你如果真的都買不到 那你願意買之後的三人包 也是新疆通 三人包會稍微貴一點點 但是分下來不會到800多塊的價格啦 那大家可以自己稍微去斟酌 如果有在實體店看到 大概八折的一個價位719塊錢 我覺得也還算是OK喔 剛好幸運看到有興趣的話 推薦大家可以買回去玩玩看 那就跟大家一起期待最新的電影 即將在6月9號上映喔 大影幕見囉 大家我一定會去支持一下 不管電影會拍得怎麼樣 但是還是必須看的吧 必須看OK 那今天節目的節目就繼續 謝謝收看我們下集再見囉 拜拜